好 那麼這裡有我的一些基本資料 您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本身呢 有買關鍵字 所以老師您直接用這樣找比較容易 老師也要說 平小嘛 應該的啊 對不對齁 那我在YouTube上面有頻道 所以我們在外面的那些研習 我都會把它錄影一下 就直接放上去了齁 因為一般如果說像我們教室這樣 還要在那邊錄影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情形到最後就是庫存起來 然後呢 不太有人會去看 所以我們就把它弄好齁 好 OK 那您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 你要 我們的這個 裝置非常多齁 那所以呢 您其實在這裡的時候呢 你看齁 把它放大一點齁 您看齁 我們的裝置那麼多了 那到底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其實像現在 這麼多裝置裡面 其實 基本上 要從哪裡 還是要從個人電腦的管理開始 為什麼 不只是檔案啦齁 不只是檔案 因為 你一台都管不好了 三台來 會好嗎 只會更亂而已嘛 請問 老師或同學 你們的桌面有沒有滿出來過 我有 我有好幾次 所以我現在東西都不太放桌面了 因為你會滿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喔 這個東西還是很難 很難去整理 對不對 那 現在呢 很多 很多人的這個座位系統 有沒有都換到Windows 7 有時候不是你願意的嘛齁 你是被迫的 因為你也買不到啊 但是 你如果老師在用的話齁 我現在沒有辦法demo給各位看齁 因為這台是SP 不過沒有關係 就是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 其實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Windows SP裡面 是不是有個叫我的文件夾 請問你有那麼乖 把你的檔案都放在我的文件夾嗎 大部分都這樣嘛 都搖頭對不對 因為 那是 他的文件夾 不是我的文件夾 對 而且都是放在哪裡 預測都放在我們的那個西草裡面 我們基本 大家都有個概念 知道西草跟資料是要分開的 不然 電腦 萬一掛了 對不對 重裝 那些資料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可能會放在一草啦 一草啦 反正到處長 那 到了Windows 7之後 這個 我的文件夾的概念就變了 就是變成一種捷徑的概念 捷徑 也就是說你的紀念名的資料在地草 在西草 在意草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可以從那邊直接去做存取 所以如果說各位 基本上應該都是已經用到這個Windows 7以上 甚至有個搞不好開始準備用Windows 8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都是一樣的道理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第二個呢 Windows 7它有支援所有的全文檢索 我們在Windows 10 SP 老實在找檔案方不方便 你只能用那個檔案通關的搜尋 對不對 請問 使用搜尋 SP實在使用搜尋的經驗 還算可以嗎 慢沒關係 但是重點是找不到 對吧 對吧 我們SP最大的麻煩就是 它慢的OK啊 我可以接受啊 但是那些內容 常常是我要找的找不到 花了那麼久的時間 結果還是沒有 這樣就很討厭 那到了Windows 7之後呢 它支援全文檢索 尤其是我們大部分很多都用Office的文件 對不對 那你在裡面的關鍵字 它就找得到 好這個是如果你在用Windows 7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要去善用的功能 因為畢竟很多都已經升級 那至於下面這邊呢 我們等一下呢 這個 這個要跟各位 一定要強力介紹一下 在這邊 您如果到這個免費軟體裡面 有一個檔案管理跟輔助有沒有 點進來 這個 低頭這個 這個不用安裝的 您點進來就有32位元跟64位元 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是32或64 反正用32就對了 都可以啦 那麼 執行的時候呢 在這邊 執行之後你可以看到 你在我們的 右下角 工具列這邊 多一個這個 多一個這個 那現在呢 我們問一下各位 請問 檔案總管的 這個檢貼簿好用還是不好用 您覺得呢 也不知道到底好用不好用嗎 檢貼簿有個最大的麻煩 是假設這個我檢貼過 我今天如果再抓了別的東西 請問剛剛的內容還在不在 不在的對不對 因為他只記得一次 他只對Office特別好 有多重檢貼簿 可是其他軟體 很抱歉都沒有 那麼 你看一下我剛剛做的 有沒有兩個都還在 那什麼東西大家平常會透過檢貼簿 除了文字以外 還有什麼 圖片 還有檔案對不對 所以呢您看喔 我們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到這個Yahoo 到Yahoo這邊來 陳院長他最近很辛苦 複製一下 好複製完了您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圖片還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今天如果我在搜尋的這邊 我想要把剛剛我走這個 免安裝板 有沒有進來了 是不是隨時就可以拿回來用 嘿我可以隨時拿來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重新開機之後還在 當然我們這邊教室沒有 因為這邊會環圓 所以你不要說這邊教室重新開機 那就沒有了 但是您這樣子用 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對不對 我走到哪裡都可以用 而且您看一下喔 我們在這邊 相信大家也用過這個Office Office裡面的話 你看我們這邊2003或2007都沒有關係 現在同學或者是老師 請問我們都怎麼做報告 好 就是打開Copy貼上 打開Copy貼上 對不對 我們很多同學做作業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你要上網找資料啊 要不要Copy 以前我們沒辦法 我們都要去圖書館 至少去外面找 但是現在大家看旁邊 不用上圖書館 Google問問就有了 好 那重點來了 如果你是像我們剛剛那樣子 把它複製好了 我今天在這裡 打開這個地方 打開這個Office 打開這個Office 無法知情 好 好 我如果直接貼上 這個沒有 沒有CALL大號 從這邊 假設我就CALL這一段 好 我直接貼上 這個貼進來 是不是會有這個問題 他會不會把網頁上的格式順便貼進來 會嗎 會嗎 那你一般來講 大部分Office都給你一次機會 對不對 過了這次機會 就拜拜了嘛 而且你常常如果是這樣貼的 你的握著裡面的格式會非常非常亂 常常有時候 我就是要高一點 下一點 那個就很難調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有很多格式在裡面了 所以呢 其實你不用那麼麻煩 那你看我們從這邊 如果你說要把這個貼進來 我可以按右鍵 把這邊 抱歉 這裡他變成英文的 我把它改一下 這個軟體是有中文的 Language 有沒有 在這邊 Chinese Chinese 這樣就好了 那麼 把它確定一下 這樣看起來比較習慣一點吧 好 其實各位 基本上這個小軟體 您回去之後 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讓他怎麼樣 在開機的時候自動止行 因為 本來就應該開機 就把你記住嘛 等你想到 再給打勾 好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這樣子 那 你看喔 我們剛剛這個呢 在這裡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純文字貼上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你走到哪裡都一樣 走到哪裡都一樣 那 而且呢 如果說假設這個 或這張圖片 您常常用到 或哪一個字常用到 您可以按右鍵 按右鍵 你不希望他怎麼樣 幫我自動清掉吧 你可以叫他永遠留著 所以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法院 聽到這兩個字 都不太想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去過一次啊 我就我才知道 喔原來 有一個 叫做書記官 書記官是要幹嘛的 負責 散寫那些 就是法官啊 或者 那些 對話紀錄 對不對 他們用什麼書法 你知道嗎 叫做追音書物法 追著 聖音跑 因為不能講太快 我去法院我才知道 原來我說 咯咯咯咯咯一直講 你要講完一句 然後等他 好了沒 好好 然後再下一句再繼續講 因為他們的打沒有那麼快 那所以他們的 就快 那個追音書物法 就是把一些常用字 比如說中華民國 他可能是打個中 就上去 就是他會建一些詞 類似像這樣概念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一樣 你可以把你比較常用的 就把他告訴他 永遠不刪除 那麼在這邊會多一個這個圖 有沒有 多一個這個圖 有沒有 跟人家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呢 他就不會自動清掉 那預設的話呢 這個 他會幫您記住 500個 應該夠吧 最多1024個啦 但是有時候人記性不要太好 太好的話也不行 因為你太多要找 總是不容易找嘛 所以 其實我大部分都是 二三十個 差不多啦 二三十個差不多 那如果超過了 他就會把前面的蓋掉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子 就是自行去把 你比較常用 或最近比較常用 把它稍微 就是把它定下來 那下次就不需要 這個是 我們在本機端的時候呢 您可以去使用的 因為 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你那麼多裝置 基本上 你還是要從你的電腦 個人電腦面 先把它管理好之後 你再同步到別的地方 事實才會比較清楚 你的輪廓 你的架構才會比較清楚嘛 不然你都是隨便這樣一啪一丟 像這種情形 最近 大家有沒有在用那個 智慧型手機 有沒有常常拍照 蛤 請問您的智慧型手機裡面的照片 有做分類 有做管理 有拿出來過嗎 很多人是照了就好了 所以 所以 常常看到有人拿出來 但是 很少拿回家整理 因為都在裡面 想說 找到 反正要看就慢慢找就有了 但是 你會發現說 沒有做到 適當的管理 還真的很難找資料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就是個人端 那 其他的部分呢 我想 我們等一下 就可以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等一下 一點點時間呢 給各位先 試看看這個 好吧 您可以稍微試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就從個人電腦出發 看看怎麼到雲端去 OK 來 我把畫面還給您